而在大甲的新奇社区 是积极的参与农村再生计划 来发展在地的炼草文化 这天社区是特别举办了成果发表 不少婆婆妈妈是带来自己亲手编织的 草帽 草席跟包包 还有各式的炼草作品 而这一回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更特别编织出了炼草灯罩 每个作品的花魂都是不同的 相当令人经验 也让这项传统记忆增添了不少创新火力 社区小朋友带来精彩的武术表演 为活动热闹揭幕 大甲西奇社区这一天 举办农村再生计划的成果展 有不少婆婆妈妈带来自己亲手编织的草帽 草席 鱼包包等各式的炼草作品 一共近百届 全都呈现在大家眼前 做过程就是它这个地儿生起 才开始一直变变变 这种五年才上工的 那这种做的是 抵抖汤抵抖鱼 抵抖的过织都会刺 甘霸什么都会刺 这个花有很多样的 对啊 像我手上比较高的 好像会用带花的花 多用 对啊 如果我们用 我们是说我有件做生意 要用就够做了 地方表示 令草編織是當地一度沒落的傳統記憶 所幸在社區重新推動後又再度火絡 不但號召了社區長輩一起加入編織行列 今年更在老師的指導下 特別編織出令草燈照 每個作品都有不同的花魂令人驚艷 一年一年的我們要創造 創意編織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讓這些媽媽們去編織這些 我們也有優秀的老師團隊來教導他們 小朋友也從下扎根 我們那個勞一輩的 我們把他邀請出來參與 然後做我們的總子老師 畢竟他們是從以前就靠這個賺錢 他們的技術也是很厲害 就是把他們的回憶勾出來 然後請他們來教導我們這些 比較年輕一代的 把這個令草文化遺傳下來這樣子 不論是令草包包還是造型提籃 全部都是純手工打造一體成型 而透過農村再宣計畫 不僅讓這項傳統記憶有了全新樣貌 也讓外界看見社區的發展潛力 記者陳武漢台中採訪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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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